尽孝五帝皇帝司马耀 因酒后和宠妃的一句玩笑化名丧传为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有的才智过人 文智武略 有的才能平平 碌碌无为 也有的昏庸无能 残暴荒淫 皇帝由于是异国之君 所以他们的死 总是备受人们的关注 今天要说的这位皇帝 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的说他是婚念之主 有的说他聪慧 推贤任才 就是这样一位皇帝 他一生娶了三个老婆 就有两个是酒鬼 还有一个教方个歌姬 死得很憋屈 竟然是被宠妃 在睡梦中用被子捂死 为何张贵人独得胜宠 却要杀了宠爱他的 尽孝五帝司马耀 正常来说 司马耀是根本没有机会 降生到人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司马耀是东晋简文帝司 马玉的第六个儿子 此前司马玉的五个儿子都早亡 这可急坏了十位会机王的司马玉 为了早生儿子 他派人请来了一个 会看相的女医 女医逐个看了一遍司马耀 林姓过的王妃 美女一直摇头 最后来到下人干粗活的后院 女医指着一个行长而色黑的宫女说 就是此人 就是此人 求此心切的司马玉心里 就是有一万个不情愿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夜就召来了这个又黑又丑 名叫李玲珑的宫女事情 让他想不到的是 接下来几年 这个李玲珑果然 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其中长子就是后来的 尽孝武帝司马耀 司马耀的父亲司马玉 是个正常男人 王妃家里众多 之前五个儿子先后妖王 如果不是其后朱姬 绝运将十年 好运怎么也轮不上又黑又丑的李玲珑 没有李玲珑 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司马耀 司马耀的出生 是不是很离奇 司马耀从小聪明伶俐 他十岁那年 他的父亲做了不到一年 皇帝的简文帝司马玉病亡 年仅十岁的司马耀登基 当时还在为简文帝扶桑 到了傍晚 司马耀还没到灵堂哭桑 左右朝臣劝见司马耀 按惯例该过去哭桑了 司马耀却说 哀痛到了一定程度 自然会哭 哪还有什么惯例 当时的名臣谢安曾多次感叹 其对势理的认识不亚于先帝司马耀 帝有成聪雾 简文之崩也 十年十岁 至日不不灵 左右觐见 答悦 哀之则哭 何尝之有 谢安长叹以为经理不检先帝 司马耀四岁时 被封为惠基王 公元372年 晋简文帝司马耀病重 由于司马耀之前的五个儿子 四个早妖 一个被废 所以一直没有立太子 在司马耀病逝的前夕 年仅11岁的会计王司马耀 被仓促立为太子 并继承皇位 此时 东晋的朝政被门阀士族 桓文把持 司马耀连发四道诏书 即召桓文入朝府政 桓文更是权倾朝野 欲废除司马耀而自立 但是遭到其他门阀士族的 极力反对 在太原王室王坦之和 陈俊谢氏谢安的阻止下 才保全了司马耀的地位 登上地位不久的一个凌晨 刚料理完父亲丧事的司马耀 在皇宫休息 一个名叫卢耸的小历代人 冲进宫中 想借换官 侍卫都疲倦之机 趁乱杀死司马耀 重新赢利前废帝司马耀复卫 但人算不如天算 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正在巡逻的游击将军 毛安之碰上 迅速召集 人员将叛乱分子一网打尽 等司马耀明白过来 一场危惧已经平息 全臣桓文一直想篡位自立 一天 桓文带兵入朝 列兵于新庭 在房内埋伏好刀俯首 然后请司马耀的亲信进尘 与自己素来不合的谢安 王坦志过去 想先杀掉这两位权臣 再除掉司马耀 一个亲信太监得知消息后 密报司马耀 司马耀和王坦志 都下得束手无策 但谢安却镇定附弱 义正言辞地 向桓文剖析利害得失 桓文本就心虚 也就只好作罢 司马耀又逃过了一命 公元373年 司马耀即位不久 全国多地发生兵变 桓文率军前去镇压叛乱 不曾想却在路上染上了重病 病逝了 司马耀十三四岁的时候 冬天白天只穿几层眷衣 晚上却盖两床被子 大臣谢安劝谏说 皇上要保重龙体 像现在这样白天冷 晚上热 对身体不好啊 司马耀回答说 白天活动 衣服就少穿一点 夜晚休息不动 被子就多盖一点 这不是养生之道吗 谢安等朝臣大为探服 有一年 天空中划过一颗长星 这在古代被认为是 天象警示的凶兆 很不吉利 司天剑官员马上将此事 报之司马耀 司马耀虽然心中厌恶 但却并不迷现 晚上他端着一杯酒 举杯向天大声喊道 长星啊 你来了 我就敬你一杯酒 自古哪里有万年天子呢 左右进士听后 下得目瞪口呆 天象警示一事 也不了了之 孝武帝司马耀登基时 年纪尚小 无法独当一面 所以由崇德太后 临朝听政 虽然有太后垂帘听政 但是朝政大权并不在太后手中 而在权臣谢安手中 谢安虽然有权 但也还算安分 辅佐小皇帝管理朝政 天下还算太平 后来 崇德太后退出朝政 由孝武帝正式亲政 不过 此时大权依然在谢安手中 公元383年 前秦夫兼帅大军90万 发起肥水之战 想一举吞并东晋 而此时的东晋 能调动的军马 只有8万 面对这场影响东晋国运的生死之战 朝廷上下一片恐慌 危急关头 宰相谢安挺身而出 周密部署作战方案 精心指挥 沉着应战 最终大获全胜 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著名经典战力 再一次保住了东晋国运和司马耀的皇位 孝武帝虽然很感激谢安这些年来的辅佐 但是大权在谢安身上 他心中还是有所顾忌 时刻都想把朝政大权收回自己手中 孝武帝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 重用弟弟司马道子 此外 因谢安在朝中威望很高 也引起了一些大臣的妒忌 例如王国宝就是其中一位 公然捏造谎言 诋毁谢安 企图挑拨孝武帝和谢安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 谢安慢慢遭到疏远 孝武帝将大权转移给了自己的弟弟司马道子 司马耀最大的政绩就是利用桓 谢两大士族之间的矛盾 加强皇权 恢复了司马氏的皇权 成为东晋开国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 从此 司马耀开始纵情于酒色 可以说是嗜酒如命 天天喝得烂醉如泥 司马耀的皇后王法会 也是一位嗜酒如命的主 根据史书记载 皇后王法会嗜好饮酒 骄傲妒忌 按说司马耀和皇后王法会 有着共同的嗜酒爱好 应该能关系和睦 但事实上 司马耀对皇后很不满 也许是这位皇后酒量太大 太能喝 司马耀召来皇后的父亲进行责骂 王法会这才有所收敛 皇后王法会病逝后 年仅21岁 可见这个酒喝多了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王法会死后 司马耀开始宠幸疏缘 陈闺女和张贵人 陈闺女是交仿四哥鸡 因为貌美被司马耀那位疏缘 这个张贵人也是嗜酒如命 实书记载七千杯不到 这可能有点夸张 总之张贵人和司马耀两人喝得很开心 每日在宫中宴乐饮酒 一日 司马耀和张贵人在宫中饮酒 喝的是酣畅淋漓 司马耀醉酒吸盐对张贵人说 你年近三十 美色大不如前 又没生孩子 准备明天就把你废了 另找一个漂亮的美女 说完 酒一来袭 很快就昏昏睡去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虽然是酒后吸盐 但看着睡得像个死猪般的司马耀 半醉半醒的张贵人还是打了一个机灵 万一这家伙说到做到 真的把我打入冷宫呢 想到这里 借着酒禁得的张贵人 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想法 他马上喊来了贴身宫女 命令他谋害司马耀 一个小宫女哪有这个胆子 下得跪在地上一个劲的求饶 已经起了杀心的张贵人 岂能罢休 就一边威逼一边教导 让他用被子去闷死司马耀 迫于主次的威逼 宫女只好狠下心来 用被子将司马耀闷死在床上 十年 司马耀三十五岁 昌明妙烈极乐 陪是贫少 乃孝儿戏之云 如以年当费 无以数诸书少矣 张氏钱怒 昌明不绝 儿戏于甚 相惜 昌明烧罪 张氏乃多钱 引患者内侍而分浅焉 智慕 昌明沉醉卧 张氏遂令其闭蒙之以备 寄绝而聚 或左右云已言死 事后 张贵人对外声称 司马耀做噩梦 受到惊吓 窒息而死 这个理由恐怕张贵人 自己都不信 虽然理由有点牵强 但并没有人去追究 司马耀的真实死因 张贵人并没受到任何处罚 原因很简单 司马耀死后 他的儿子 司马德宗继承皇位 司马德宗愚笨 智商有问题 朝政就被司马耀的弟弟 司马稻子把持 而司马稻子 巴不得司马耀早点死 当然不会追究 司马耀真正的死因 甚至有后代史学家认为 司马耀之死 很有可能是司马耀子 所设计的一场阴谋 一代帝王因一句戏言 丢了性命 而且还是被一个宫女 用被子闷死 真是千古一切 我们下期计可 我所有的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